来 坐下自我介绍 我叫乱超 来自吉林 来 我们先上前一步 说出自己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希望我的老婆健康 来 请回 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愿呢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她的 大家好 我叫冯丹的 今天28岁 来自吉林 一个特别可爱的名字 说一下自己的身高 体重 1米70 然后体重320斤 我体重 你稍等 稍等 别说 我们猜一下 对 我们猜一下你是多少分之一 我觉得有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对 你太巧得起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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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歹她也是一个 我觉得是三分之一 来 说一下你到底多重 我102几 三分之一都不到 谢谢 哎呀 我在想啊 嗯 鸾超啊 嗯 你这平时是怎么拥抱她的呀 哈哈哈哈 啊 鸾超 我抱她啊 平时 你们俩抱抱我看看 你怎么抱她 哇哈哈哈哈 很有安全感 鸾超啊 这是我们平时都没有过的啊 哎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呢 啊 我们俩通过亲戚介绍认识的 就认识的那一天 你多重啊 12年大概是 然后当时也有200几 那当初你对她的印象是什么 当时其实她一直都是这个体型 嗯 但是我感觉 我自己还比较 活动比较自如一些 就你没嫌她瘦 对 没有觉得她太瘦 没嫌她瘦 我觉得我们俩还挺般配的 挺般配的啊 一瘦一瘦 那鸾超呢 你当时见你老婆的第一印象 我感觉那张挺好的 最起码她有个个儿 那张她200斤 这个个儿头 不算胖啊 哦 都挺心宽的 多久结的婚啊 一年之后 一年之后 对 后来两个人在一起适应吗 跟自己想的一样吗 自己随便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个两个人走到一起的 一个家庭的这个各个方面吧 就是各种压力都过来 比如说我俩在一起 就是晚上睡觉吧 开空调吧 他开的小了吧 他小时候热 开大了吧 我小时候冷 我就是我盖背 就他开空调 你盖背 要不开空调 他喘气 是吧 就喘得特别厉害 尤其这个夏天的时候吧 就是如果我离开空调了 那就是自然的汗凌 自然的汗凌 那你打哭吗 用他的话来说 那就是真天真地 但是我自己没感觉到 你打得可开心了 没感觉到 进来 哎 醒醒吧 他踹得醒你吗 就是 我也不知道究竟是 弄我把毒把舔了 蚂蚁汗树 多长时间 我确实真的不知道 醒了是 我说干什么呀 睡得正心 对啊 你要一生气 一脚不就踹到门那去了吗 那不行 也得考虑到人家嘛 毕竟都得工作啊 睡眠肯定能有保证的 我说那你先睡吧 然后你睡着了 我再睡 那吃呢 吃的惯吗 你吃几个他的分量啊 吃我俩吧 两个 对 那你还行啊 他总控制我吧 是吧 嗯 住几楼啊 四楼 四楼 没电梯啊 这个真没有 真没有 那你怎么上去呢 就是确实是这个上四楼吧 真的很费气 如果说我一口气要是上去的话 那我就必须进门 连鞋都不能脱 直接就坐在沙发上换 至少要15分钟到20分钟 如果说我要是能在二楼或者三楼停一会儿 那还能好一些 嗯 就是上楼的时候 明显就感觉到这个膝盖这个部位 它承重量可能是超负荷了吧 那你就基本上是 自己就感觉到发皱那样 爬上去的 对 就硬拽着那篮杆上去 你也不背背你媳妇 真是 很关键 我永远背不动啊 这是你们俩生活当中的烦恼 你自己在平时一个人的时候 出行啊 玩啊 会有些什么烦恼呢 主要就是 生活方面嘛 我现在就是 买不到衣服 就是手里掐着钱 你就逛去吧 逛到一天晚上 逛到人上场关门 你也未必能买到一件 关键是 买不到美观 对 我估计没人肯让你试 对啊 只要我觉得好像差不多的衣服 就问我说 美女这衣服我能穿吗 嗯 连说话都懒得跟我说 不行 不能穿就不能穿呗 连句话都不打我 好